原来是个人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吗 对啊 你大哥整个晚上都躲在书房里 我又不敢打扰他 但是又担心他 大哥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吗 要不我跟眼眉说 叫他跟大哥道歉 不用 其实天下的生意差了 大家都知道 大哥自己应该也很清楚 眼眉他们在想办法 一点错都没有 说到底 我们还是要赚钱来养家的 只是图苏 真的很久没有来心报平安 你大哥心烦 放心 你大哥 他脾气就是这样的 过段时间 让他冷静一下 他会想通 会知道大家的苦心 大哥又没燕姐在身边真好 你总是理解他 体谅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在身边 遇到事情 他就一直憋在心里面 一个人解决 可能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没有小孩的原因 可能将来会有呢 将来的事谁知道呢 我会很难 hacer 怎么这么久啊 不是普通的常规检查吗 干嘛 别吓我们啊 医生说我体质不算很好 不能太劳累 要不然孩子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 那你就听医生说的 别四处走动 多留在家休息啊 有什么事的话 让我来帮你就行了 我是想回新加坡的家呀 毕竟我在香港 人生地不舒 而且在新加坡的家里 还有司机和佣人照顾我 可是你刚刚才来没多久 三哥会答应你吗 才回来两个星期 就整天催着我回新加坡 就不能让我跟家人 多团聚几天吧 她是要回去安胎嘛 你要多体谅她 可是胭脂美人那个事 咱们还没跟大哥商量好啊 大哥的性格你也了解 并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说服她的 你先回去 我来跟她聊 但这个剧本太好了 这个女主角的角色 就像为大嫂夺身定制的 浪费太可惜了 宜妹 要不这样 我呢先送王静回新加坡 如果你这边需要我 我马上回来 三哥 你听我的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 两位老板好 什么事啊 我们今天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是中日友好文化会派人送来的 两位老板看一下 是邀请大哥的 还邀请了其他的电影公司 和一些知名的电影人 说是想促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 想一起合拍电影 说穿了就是日本人宣传军国主义 洗脑罕见的把戏 帮我回去掉 不问一下顾大哥吗 还要问吗 我大哥恨不得亲自扛枪上战场扛日 让他跟日本人合作 想都别想 这 有什么问题吗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祖光 有话就说 别吞吞吐吐的 前几天有几个广州的导演 也向你们一样回绝了邀请 结果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我才是凶多吉少 在日本人眼里 不合作就等于是对抗啊 我觉得 识时务者为俊敬 为了顾大哥着想 阿尔老板还是在考虑考虑 再度决定吧 您好 欢迎光临 你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这样 偷偷跟日本人见面吗 要不怎么办 要跟大哥直说 大哥想都不用想就拒绝了 祖光说得对啊 日本人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大哥的 事情闹大了 我担心大哥有危险 没事 我们只是过来跟他们打个招呼 礼貌一点地拒绝 大哥又不知道 事前也解决了 万尹 请过来这边 长官 我找到了 你 我听得懂中文的 请坐吧 好 这个 我说 你们就是 天下电影公司的人 据我所知 顾三鲁先生的人迹 应该比你们多大吧 华大哥今天是你不舒服 所以让我跟三哥过来跟你见面 原来是这样 那就没问题了 我也知道 《天下一美思捷》 和你们谈也是一样的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更欣赏你们 昏洋传统礼教的大方向 也很爱看中国的电影 我说了这么多 都还没有介绍我自己 这是太实力了 爸 我叫丘宝尝试 是中日文化会的会长 请多管照 请多管照 一杯热咖啡 你怀着孩子还喝咖啡 给他一杯茉莉茶 热咖啡给我吧 好的 你比我爸还烦 他还担心香港天干气躁 怕你皮肤会痒 叫我把这个带给你 我都这么大了 他还是把我当小孩子 再说 我下周就回家了 他不放心你 担心那个男人照顾不好你 陆夏这几年真的成熟了很多 你根本就没有再基础过他 就这么说他 恐怕对他不太公平吧 再说了 你也是因为严媒和小玉的事 才会对他有偏见的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真的还放不下吗 无论是以前还是将来 不管小玉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我都希望她幸福 这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不过我不会剑顾严媒 我拒绝跟她一切的接触 我拒绝跟她一切的接触 如果你认为我这样是放不下的话 那就是了 因为在我心里我不觉得她是个好人 因为在我心里我不觉得她是个好人 可是严媒这几年对小玉特别好 而且严媒的公司也一直都在拍爱国电影 为抗日出钱又出力 我想这么一个人 应该坏不到哪去吧 爱国 你想得也太天真了吧 好多人不能只看表面的 我这样说 你是不是又认为我是在污蔑他们 前几天就在这儿 我看见顾严媒跟日本军官见面 顾若夏也在场面 他们聊些什么 顾若夏是你老公 你应该自己问她吧 你应该自己来过来 她在这儿 她在这儿 ドール aya 说 明星 谢谢 好 好 好了好 可以吗 可以的 好的 休息一下 准备下一场 你跟大哥说了没有 不过 我故意把剧本留在家里了 我觉得他一定会忍不住看的 看过以后 他就不会反对了 外国可耻 外国可耻 天下电影 外国可耻 外国可耻 出去看看 天下电影 外国可耻 天下电影 外国可耻 大虎 老虎 大虎 外国可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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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伤俺鼓噪 请听我解释 这里面一定有个天大的误会 我们天下 是绝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的 请大家相信我们 孤三哥 大事不好来 你看 你们不行 我们不行 大虎 外国可耻 你们不行 外国可耻 我们不行 外国可耻 外国可耻 对面的西餐厅里 有一个汉奸和日本军官勾结 想出卖我们抗日游击队的名单 上面交代 一定要把它除掉 否则 会有更多董事吸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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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们跟他们见面 我也不知道 这个报道怎么出来的 这么重要的事 你们为什么 不跟我商量 我可也没知道 你恨日本人 怕影响你情绪 所以 就自作主张 自己决定了是吧 其实大家 都是怕为难你 所以 你也是自作主张 好不到哪里 为什么瞒着我 偷偷开拍 胭脂美人 现在所有人 都说我们为了钱 不顾国家生死 什么电影都拍 我就想知道 我在家里说的 都白说了吗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拍爱国电影 相为国家尽心尽力 现在倒好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心 就这么没了 还背上了 卖国求荣的污名 你们自己想想看吧 三哥 让我来 三哥 我们根本没有 跟日本人合作 不如跟所有人说清楚 要不 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现在群众的情绪很激烈 无论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会认为 我们在找借口 那怎么办 胭脂美人 肯定是不能拍了 片场也得暂时关闭 贵重器材得收一下 以防万一 那就是说 他们还会再来捣乱 片场门口 都已经被他们破坏了 而且他们还知道 我们家住在哪 我们说 他们今天来丢块石头 明天要是来丢个汽油炸弹 怎么办啊 阿静 你不要慌 没那么危险 等事情过去了 应该就没事了 能没事吗 我现在就算是待在家里 我的心都觉得不安 那你想怎么样 洛夏 我们回新加坡吧 我们改船票 越快越好 这怎么行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怎么能把大家 都下自己走呢 就是非常时期 我们才更要赶快走啊 而且 你不为我着想 也得想想我们的孩子吧 还有 爸爸他生病了 我听令杰说 他好像病得很严重 我们也该回去看看他呀 可是阿静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 你必须跟我一块回去 王静 你别太着急 小心动得太气 这样吧 我去片场 跟燕妹商量一下 你别着急 好吗 路上小心 落下不是说要跟你回去吗 别太着急了 不如 不如 你们一家三口 也跟我们一块回去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不过 我只是担心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你不愧是 那些怎么温宁 你不愧是 你不愧是 我自己意外 你不愧是 然后他就 我自己意外 你不愧是 我自己意外 你不愧是 你不愧是 我不愧是 我自己意外 不愧是 他一块 我约你 只是想弄清楚一件事 是你跟记者说 颜梅勾结日本人的吗 对 那个记者是我朋友 我只是无意中提起来 你为什么要冤枉 颜梅和日本人合作呢 我没有冤枉她 是我亲眼看见她 跟日本人在一起 那就一定是合作了吗 我没说过合作 新闻上的报道 有可能是我朋友 猜想出来的 信不信随你 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们家跟片场 都被那些抗日群众 给围攻了 现在我们迫于无奈 要把片场关闭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可以拍电影了 一个人要是正直 别人会相信这些谣言吗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 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一个人突然间变了 你觉得很奇怪吗 是我当初背叛了你 可你为什么 要用这种方法报复 我要找到报复的话 你认为我会等到现在吗 再说你就这么肯定 他没有答应日本人的条件 你问过他吗 不用问 我绝对相信他 一个会耍手段横刀夺爱的人 做一些出卖国家的事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今天才约你 我应该早一点看清楚你 那我就不用为了当年 跟颜媒走的事情 内疚了这么多年 今天 我可以更加肯定 当初我选择了颜媒 拒绝了你 这样做是对的 你要继续怀恨在心 你要继续怀恨在心 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你 不过我相信 我跟我的家人 你要看我 你不要认为 我对自己的 你试试 不过 会我 像一个人 想想吗 我 无理 但是我也想 你能参加 我的家人 至于 我 你 你 不是 风头而已吗 很快这里就会像以前一样 热热闹闹地接着拍电影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好像这次战争没有那么快结束 国内已经有很多地方失守了 你觉得香港也撑不住 应该不会吧 这里毕竟有殷军助手啊 要不这样吧 燕妹 我们跟大哥商量一下 我们全家去新加坡吧 大哥他是不会 很有复杂的不复杂的 是有很多設置 我们必须要一点点 因为要去新加坡吧 可以这样一样的 用进去 把你的 Cyrano 暂时要需要 进去 三哥 你保重 你也是 胶片都放好了吗 放心 都放好了 香港这地方潮 我怕那些胶片 我已经找了一个 干爽的地方放好了 那就好 不好了 刚才收银机报道 起的机场被炸了 炸好了 日本鬼子杀过来了 怎么办啊 大家 大家别慌啊别慌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 躲一下 好 大家小心 刘先生 刘先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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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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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刘先生 来 没事 来 来 快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什么样 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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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伤扰我太太跟女儿 渊梅 来 渊梅 可以走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带你去医院 来 刚才怕不怕 我带你去医院 来 刚才怕不怕 小语 咱们休了那么久 没事吧 医生说没伤的筋骨 没什么大案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文文 可能要当姐姐了 真的吗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你怎么不开心呢 战局这么乱 我只是有点担心 放心 不管现在外面有多乱 我一定会让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 平平安安的 你只要安静养胎就好了 知道吗 来 爸爸抱 我们回来了 林姐 小姐回来了 爸爸呢 应该在楼上房间吧 他病好了吗 老爷 他生病了吗 你骗我 你们回来了 太好了 爸爸 怎么样啊 幸亏啊 你们是把这个 船票提前了 我这还担心 你们不能安全上船呢 怎么 出什么事了吗 你们在船上没听说 日本人攻到了香港 机场都给炸毁了 什么 好 石磊跟采放呢 去哪儿了 他们出去找朋友了 想打探一下 车票跟船票的情况 他们也认为香港守不住吗 桑洛 不如我们都暂时离开 好吗 我是觉得 英军一日不撤 香港就不会有问题 以防万一而已 要是真的没事 我们随时可以再回来呀 那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走了 片场怎么办 顾大哥 如果只是担心片场的话 可以放心 我反正一个人 我留下来看着 我不是这么想的 雷帮你想想 现在的中国 哪儿不乱 哪儿不打仗 国内在战乱 但我们可以去新加坡啊 我去找船票 到了那边 三哥会为我们安排的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香港 开场拍电影 我不会就这样放弃 小玉没有叫你放弃 只是说 叫我们先离开 等情况稳定下来 我们真的随时可以再回来的 我觉得大嫂说得对 日本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再说现在局势这么乱 今天小玉和文文走在街上 差点遇害 留在这里真的很不安全 你们不用劝我了 我不会走的 要不这样 那老四 带着小玉跟文文离开 我不会反对的 您听我说 家里的事 我一向都不会发表太多的意见 燕梅跟我总是听您的 您也知道 如果您不走的话 燕梅无论如何 也不会丢下您跟大嫂离开的 所以这一次 请您听我们的 一起离开吧 好吗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一家人在一起 再说我们家 很快就会多一个新成员了 你又还了孩子吗 我今天在医院 看到了很多受伤的人 现在这个局势 我真的很担心 是不是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如果您真的坚持要留下来 我跟燕梅会尊重您的选择 也会留在这里陪着您 不过 在您做决定之前 请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多考虑一下 又是关系 好像是片场那边 快走 超风 麻烦掉个头 你干吗 我的胶片还在那里啊 快 你干吗 快走 快走 去片场 快 快 快 大哥 你怎么停下了 查得这么厉害 要去 你自己去 我们自己走 喂 他们跑去哪儿了 好像是片场方向 你 你 你 严媒 不要去 我不能让大哥大嫂冒情 大嫂 小玉他们呢 先去码头了 大哥呢 他跟雷师傅到片方拿胶片 已经很久了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师傅 我大哥呢 你大哥在里面拿胶片呢 顾大哥 送我 顾大哥 我的胶片 大哥 你再拿了我的胶片 你再拿了我的胶片 啊 这么多年的心血 都白费了 疼吗 大哥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颜媒 让我送好了 你快去码头找小玉 这里有我们 是啊 颜媒 别想了 赶紧去找小玉 对啊 快去 快去吧 放心 这里还有我 好 麻烦让一让 还在等什么 你票哪儿呢 听我的 先上船吧 颜媒 颜媒 闻闻 跟我走 小玉 快点上船了 小玉再不走来不及了 闻闻 闻闻 小玉 下次再敢抱紧我的女儿 我绝不会放过你 小玉 你下了船 就算有船票也上不来了 听我的 还是留在船上等吧 不要再下去了 我绝对 ads 你下的船还 caps 真的在船上 Walmart 你是什么叫我 郑露 陳鑫 李真巴楠 公伉 老公的 哈哈 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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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霓梅 霓梅 上不去 上不去 我在这儿 小玉 你疯了吧 放开我 我要去找霓梅 小玉 小玉 你不能下去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小玉 放开 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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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l 湘 顾桑洛 顾延 你们没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在不在船上 我知道还用问你们吗 喂 喂 喂 什么态度 菲菲 先放下手里的工作 你去趟船务公司 他们的乘客名单乱七八糟 你去把最新的拿回来 好 你怎么 爸 如果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岳父的话 现在就跟我回家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还在打听家人的下落 我的女儿不是你的家人吗 她不需要你的照顾吗 妈 你怎么看 当初要不是你骗了我 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六年了 就算我真的骗了你 难道我这几年对王晋不好吗 我没有真爱过他吗 你要真对他好 就不该把他每天一个人放在家里安胎 你要真对他好 就不会摆出一副臭脸对我的女儿 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怪他 把你骗回新加坡对吧 可是你想清楚没有 如果你们还在香港 我女儿出点什么事 你能够保护得了她吗 孩子如果出了事 你担当得起吧 你该感谢他才对 如果你现在还在香港 恐怕想走也走不了 你怎么样活倒是无所谓 可是我不想我的外村 一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 我不想和 Same savuty 去聪明 我 感谢观看 黄色吧 什么黄色 你之前问过我孩子房间的颜色 就黄色吧 男孩女孩都合适 而且又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另外 五号 十一号 十六号 你要去驿检查 我没有忘记 我一定会陪你一起去 还有 对不起 大哥跟颜妹一直没有消息 我心情有些烦躁 所以啊 我今天去了汤庙里 替大哥他们求了个平安福 我知道你很担心他们 我也是 对不起 之前骗了你 顾先生 你们都在这儿 哎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感觉这边也快守不住了 我打算暂时离开 你有办法 我有个堂兄啊 在船务公司工作 多给他点钱找几张船票 应该没问题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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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点 来 到这边 快 走 走 来 顾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通讯部工作 也许可以把你找到他们的下落 不用了 谢谢 现在是战争时期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他们伤的那条床 被我们军队击沉的话 我感到万分抱歉 不知道九宝先生这次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所以呢 urging大家 说明镜与点栏目 就去哪里 最后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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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